一个男人在外工作二十年终于要回家了 老板问他 你是要二十年的工资还是要三具忠告 这个男人犹豫了一下说 我明天上路明早给您答案好吧 老板说可以 当晚男人辗转反侧彻夜未宁 早晨他对老板说 我要三个忠告 于是老板给了男人一些钱和三个面包 并且叮嘱他 最大的面包到家之后才能吃 男人上路了 他走了好几天 把第一个面包吃了一半 没过多久呢 遇到一个路口 他打听 请问到邻村走哪条路近 路人假说 走小路吧 近 路人已说 走大路吧 安全 迫不及待要与妻子见面的他 走了小路 走了没多久呢 就听到有路人说 附近闹贼 于是他想起了老板的第一个忠告 不要试图寻找捷径 于是他回头去走那条大路 又走了几天 第二个面包也吃了一部分了 他找到一家极为便宜的客栈 投诉 半夜 听见有女子的哭声 他睡不着 决定出门看一下 这个时候他想到了第二个忠告 不要对明知不是好事的事情过分好奇 于是他转回头又睡一下 第二天启程的时候 店家惊到 哎呀你还活着 他大惑不紧 问什么原因呢 店家说 我有个疯女儿 发病时用哭声引人出来 再将其杀害 昨天晚上投诉的客人只有你一个人活着 男人一声长叹 又走了几天呢 第二个面包吃完了 他也离家不远了 他是激动不已 天刚黑 没多久 他就走到了自己的房前 刚刚准备敲门 却听到屋里有男人的声音 他气急了 拿起一把砍柴刀 就准备冲进屋子 将那个男的杀掉 但这个时候 他想到了第三个忠告 不要在冲动时做任何决定 可能这个决定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于是他冷静下来 在屋外做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 他很早就敲开了门 妻子见他回来十分高兴 但他却很冷漠 那个男人是谁 他的妻子笑说 那是我们的儿子 二十年不见的父子相拥而弃 一阵关切过后 男人拿出第三个面包 准备和妻儿一起分享 切开之后却发现 二十年的工资全在里面 还有一张纸条 上面写了一句话 不要试图寻找不可能的捷径 任何捷径都可能是陷阱 踏踏实实走正路 才能一生平安 不要过分好奇 好奇心害死猫 同样也会害死人 不要在冲动时做任何决定 冲动是魔鬼 你连自己的情绪 都无法控制的时候 同样也控制不了别的任何事情